好 这个连续的长假呢 通常是我们跟亲人啊 好友相聚的这个时光 在言谈嬉闹之间呢 有时候难免大家会打赌一下 当然这个说到打赌呢 有输有赢 不过今天很有意思 无二头红队张俊栋 带我们来看一种所谓的 十种必胜打赌法 打赌 对某件事物和他人赌输赢 剪刀 石头 布 猜拳 或者丢铜板 这些都是打赌分出胜负的方式 不过该如何稳赢不败 我们今天要告诉你 有十种必胜打赌法 打赌用手指夹不住钞票 打赌无法拉开夹在一起的书本 或者打赌只要移动两根火柴 就要硬币移出去 这些方法肯定让你打赌必胜 因为眼睛看到钞票掉下来 再用手指必须赶快夹住 但时间赶不上肯定夹不住 两本书交错夹住 磨砂系数增加了 要把书抽开 很难 真的只要移动两根火柴棒 硬币就被移出去了 不过这些必胜打赌法 都还不是最厉害的 现在不是端午结 但如何不破坏鸡蛋 却能够把它立起来 我跟你打赌 我一定会赢 因为撒上盐巴 接着把鸡蛋放在盐巴上 立好之后 将多余的漏陷的盐巴 用嘴巴吹再吹 这样鸡蛋不就立起来了吗 这条方形毛巾 靠它打赌 要变出抑制机 我们一定想象不到 毛巾左边先卷起来 再换右边 接着将四个卷起来的地方 稍微拉出来 最后交错 拉开这样一扯 鸡就变出来了 其他像扑克牌和香烟 顶住硬币 不碰它 靠吹一下就掉进杯子里 还有绳子长度 是杯口圆轴两倍的概念 以及卫生纸卷筒 如何变成整人的排泄物 再不然就用手机拍个空景 在虎对方就坐之后 宣称拍不到人的CUSO手段 都能让你跟朋友打赌 洞鼎小聪明轻松制胜 最后我们准备一个瓶子 跟一根吸管 要靠吸管拉起这个玻璃瓶 你可能不会相信 不过真的只要把吸管折起来 伸进瓶子里 你看吸管支撑在瓶子里 真的拉起来了 这一套十招的必胜打赌法 下回有人找你打赌 可别落入圈套了 中天新宿陈思远 张俊栋的采访报道 这一套的采访 最后的采访 这一套采访